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树的频道 中国最西北新疆自驾游的第九天 下午从关于台回到卡纳斯游客中心 然后买好去白哈巴的车票 大约5.50坐上了去往白哈巴的中巴车 从卡纳斯到白哈巴大约需要一小时十分钟的时间 看来这段只有30公里的路还真是不好开啊 随着中巴车缓缓开动 我们的心里也满怀期待 再过一个多小时就会到达中国最西北的村庄了 车开在路上望着窗外的景色 小朋友们还问呢 这条路看着眼熟啊 刚才咱们是不是走过这里 确实又经过卡纳斯河又经过卡纳斯新村 这不是去往关于台的路吗 原来去白哈巴会路过关于台 但去往关于台的岔口是没有车站的 如果有车站的话就不至于再返回到游客中心了 很快经过去往关于台的岔口 中巴车继续往前开 坐在车上能够清晰的看到山顶上的关于台 大约下午6点15 从卡纳斯游客中心出来20多分钟 我们到达了东西列克门票站 这里是从白哈巴进入卡纳斯的唯一入口 车在这里停下 要检查身份证 边境通行证和白哈巴门票 因为白哈巴村就在边境线附近 所以去之前必须要办理边境通行证 我们之前在复运就已经都办好了 全车游客都检查完之后 中巴车继续前进 接下来路两边的景色变化就很大了 草地上出现了一些哈萨克牧民的沾房 牛羊也多了起来 路边不时会出现小河 有些枯死的树木横击树八地倒在草地上 看起来有一种更加原始的味道 这条路并不宽 在山里弯道也多 所以根本就开不快 山坡草原上会有一小撮一小撮的树林 牧民们紧邻着树林建起沾房 别看四周都是山 但这也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夏季牧场 大约下午6点45 车停了下来 窗外是一大片绿草地 司机师傅说 这里就是空中草原 可以下车拍拍照活动活动 正好我下车去抽根烟 顺便拍一拍空中草原 没想到拍着拍着又开始下雨了 这一天没完没了的下雨 赶紧回到车上继续前行 一个大弯绕下来能清晰地看到雨水变成了雨雾 连接着云层和草地 空中草原上牧民的沾房也越来越多了 按照时间估算 大概绕过空中草原就应该是白哈巴了 不过心里想 可别跟堪纳斯一样晚上下大雨啊 白哈巴这边据说与堪纳斯相比 从住宿条件到购物等都要差很多 看到有些人说 这里刚刚通商店没几年 公路也刚修好 没来过也不了解 只希望不要继续下雨就好了 其实到白哈巴村 除了从堪纳斯景区坐车过来以外 也可以自驾从哈巴河县 走209国道经过铁热客提箱 沿着中华边境大峡谷一路上来 那样走的话肯定特别的漂亮 只不过当时自驾到白哈巴 每天限辆200辆车可以进村 而且还要提前一天预约 考虑到时间问题 最终我们还是选择了从堪纳斯坐车过来 绕过空中草原差不多10分钟 便来到了白哈巴村停车场 这也是白哈巴游客中心 小朋友们很开心地下了车 停车场也算是一个游客中转站吧 有很多小吃摊还有烤串 从这里距离白哈巴村还有一小段距离 可以免费乘坐村里的驱间车过去 驱间车大概是20分钟一班 这个时间游客并不多 上车还有座位 此时正好是晚上7点 在这中国最西北的村庄 如果是晴天的话太阳还老高老高呢 此时雨也停了 似乎太阳又要出来了 路边有一些自驾来往的车辆 发现没有 这边的房车明显的要多 白哈巴的木屋也都排列在公路两旁 包括木薇兰的大院子看起来跟和睦更相似 客栈老板告诉我们说从邮局站下车就好 印象中这是从停车场出来的第二站 干什么车啊 拿哈巴出来 自己在那儿溜了 邮局所站 到了 请带好您的行李物品下车 欢迎下次乘坐本车 车辆行中 请正委扶好 下一站 封委会训 需要下车的请客 请做好准备 在一道地 哇 这边看着很舒服 再一个人去常常 肯定是不愿意 下车走在路上特别的清静 可能是因为游客少的原因 真的就是一种走在室外相间的感觉 晚上可以今天天天好玩 应该可以陪星空 嗯 好嘞 走 可以啊 所以就是 哎 别说开车出来也行是吧 因为这是边镇的地儿 所以这个 怎么才换这个无人机 根本想把车 到客栈放下背包 一身轻装 准备出去玩了 小朋友们说趁着邮局没有关门 赶紧先去挑几张明信片写好寄出去 还别说这里可是中国最西北的村庄了 写几张明信片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后来回到家 从新疆寄出的明信片都收到了 但不知为什么 从百孩八寄出的却过了三个月才收到 趁着小朋友们写明信片的功夫 我站在马路边先看看村庄的景色 太阳时隐时现 村庄四周都是大山 据说前方的高山是属于哈萨克斯坦的 马路上总有老牛漫不经心的散步吃草 这是一条村中的主路 经常会有外地自驾来的汽车经过 优鹤俩俩人都在写啊 看看你写的什么样 我写的上面的编号啊 太厉害了 这条有点分码 把那个先给哥哥 让哥哥姐弟给 他弟弟说出学 哦 是不是啊 等小朋友们寄完明信片 已经是晚上七点四十五了 客栈老板告诉我们说 现在太阳没落山 可以沿着村边的木栈道 爬到观景台看日落 还可以顺着马路一直往上走走上小坡 那里有白哈巴村的大石头 如果吃饭的话 往大石头方向走路边有很多餐厅 那观景台就先不去了 今天在喀纳斯爬了观鱼台 小朋友们现在已经是又饿又累了 说好了晚上在白哈巴吃大餐的 那就去老板推荐的夜宇餐厅吧 正好路边的小平台上有空位置 而且还有鞦韆可以玩 小朋友们一屁股坐到鞦韆上就不下来了 我也正好坐下来喝点茶水 好好歇一歇 客栈老板说白哈巴的治安很不错 这一个村庄里有三个酒屋站 路上也经常有巡警开车巡逻 确实能看到这边的巡警还是非常认真的 虽然游客能开车进到村里 但这路边是绝对不允许停车的 要么把车停到村外的停车场 要么就停到客栈的院子里 如果谁把车停到路边 哪怕是路边的草地上 很快就会有巡警过来警告马上开走 小朋友们荡着鞦韆 我一边看菜单一边流口水 通常我点餐都会多一些 因为饿的时候总是眼大肚子小 生怕不够吃或者吃不饱 既然大家都饿了 那我就放开了药吧 先来一个家常拌面 再来一个炒黄面 来新疆还没吃过抓饭呢 那就再要一份碎肉抓饭 烤包子也来两个尝尝吧 刚才一路走过来 小朋友们早就闻到烤肉的香味了 特别嘱咐我 一定要点烤肉 那好吧 来个没吃过的架子肉 最后再来四串羊肉串尝尝 一人一串 这一顿从面上看 感觉花样并不多 但从钱上来说 绝对可算得上是大餐了 也就是因为这一顿饭 小朋友们对白哈巴的印象 格外深刻 因为他们两个小人 一个人吃了一份家常拌面 另一个吃了一份碎肉抓饭 最后还一人吃了一串羊肉串 连我都惊讶了 看来白天爬爬山多运动 确实能增长小朋友们的饭量 他们这也是真的饿到极限了吧 这样也好 倒是把架子肉都剩给我了 不过这烤肉他们确实是吃不动 我倒是挺喜欢的 嚼起来特别带劲 羊肉串狠的味道很好 炒黄面也不错 最后我甚至把小咸菜也都吃光了 你还真不如他啊 我这里边走路 哎呦 你身体素质不行 这说明 特香是吧 小点心似的 你吃你的饭来吧 里边还有葡萄干呢 真好 后来吃了 这马上又冻了我得拦路啊 不是我看饿了 还一会可以吃可羊串 对 那个那个我知道有那个面 小点心似的 你记得要问我 好耶 哈哈 小点心似的 小点心似的 一会儿就吃吧 爸爸上去都不肥 都不肯 他上去一屁股坐地上 我要吃了 大一点 没想到吃完这堆饭都已经是晚上九点半 太阳眼看就要落山了 吃饱了得溜达溜达 继续往前走 去大石头看看吧 西洋下的白哈巴老村 木屋木栅栏被阳光渲染之后 看起来更有一种田园的味道 这也差不多是北疆地区能看到的最后一缕阳光了吧 小牛 你看那个小牛 白哈巴是全国仅有的三个土瓦人村庄之一 很多院子里除了木屋之外 还都会有白色的沾房 并且冒出栩栩的青烟 村里的老牛可真的是自在 没准会跑到谁家院子里去吃草 当然如果不是自己家的话 基本上也都会被赶出来 不过他们好像也并不在乎 走在马路上总是悠哉悠哉的 再往前走应该就是村委会站了 旁边的商店也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最西北的商店了吧 就跟北极村一样 所有的招牌都是中国最北 这里所有的招牌也都可以挂上中国最西北了 继续走路边有一个路牌 上面写着阿克哈巴南村 驱间车从这条路就拐走了 村委会院子里还有一座篮球场 晚上在这里运动运动 一定是非常舒服的 北哈巴村不仅生活着土瓦人 还有一些哈萨克族人 所以村里既有蒙古学校 又有哈族学校 沿着公路继续往上走 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 村庄外面有大片的树林和马场 走到最高处的坡顶就是百哈巴打石头 来百哈巴的游客 基本上都会到大石头这边拍照留念 站在这里也能将百哈巴村尽收眼底 顺着太阳落山的方向望过去 前方的大山属于哈萨克斯坦 山下峡谷中有一条阿克哈巴河 这就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戒合 尽管在这里看不见 百哈巴这边有一座五号戒碑 就在阿克哈巴河边 本来想着来到百哈巴能够去五号戒碑留个念 不过现在五号戒碑已经不让游客到达了 站在大石头旁 可以看到远处山坡上还有一些木屋 好像是百哈巴村的延伸 加入一人了 加入一人没事没事 穿 穿 穿 烫 小朋友们在大石头旁跑跑跳跳的 这块上面写着百哈巴西北第一村的人为树立的大石头 已然变成了百哈巴村的一个旅游标志 从地图上看百哈巴村就在熊鸡的尾巴尖上 这可算得上是中国最西北角的村庄 因此百哈巴也被誉为中国西北第一村 太阳已经落山 气温下降很快 晚上估计也就156度的样子 幸亏小朋友们早有准备 穿的还算厚实 还别说 大石头旁的这条公路还真是半晚饭后 游客们散步的好地方 蜿蜒进村的感觉有说不出的 异域乡村的意境 刚才说到百哈巴这边五号戒碑不让去了 据说跟在百哈巴放无人机有关 现在百哈巴村是绝对禁止放无人机的 大石头旁边应该就是被称为 西北第一哨的百哈巴边防连 他们担负着中俄中哈边境 100多公里的守房任务 也正是因为如此 游客在百哈巴村进行游览时 不允许对哨所进行拍照 更不允许使用无人机等飞行器进行航拍 时间不早了 看看表都已经是晚上10点半了 赶紧往回走吧 路边又见老牛 他看看我 我看看他 然后各走各路 白哈巴的村民们目前仍旧保持着日出放牧 日落归家的生活 山坡上走下几匹骏马 看上去真够帅气的 哎 你说这个 老胡 你说这样路是冲着的 一直追着这太阳 是哪一批 再次走进北哈巴村 日落之后村庄显得更加宁静安详纯粹 看起来更像是世外桃源了 白海八的夜晚非常的迷人 这里跟我想象的基本一样 真的是一座古铺原始的边境小村庄 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商业气息 游客也并不多 小朋友们特别喜欢这个小村庄 还说呢 希望过两天还会开车再来一趟 这不是天黑了吗 一张哥 哥哥 哥哥 剩下两局你行不行吗 行不行 剩下那两局你行了行吗 行啊 哥哥剩下那两局咋工作行吗 好 好 走在村里 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看到老牛随意在街上溜的吃草 回到客栈已经半夜11点多了 虽然外面已经很冷 但可染老板非常热情 坐在院子里聊会儿天 从白哈巴村聊到天上的银河 夜晚静悄悄的院子里 只剩下我们的笑声了 半夜12点 刚刚入夜的白哈巴 没有过躁的音乐和灯红酒绿 一切又回归了静悄悄的模样 你只需走出屋外 便能邂逅漫天闪烁的银河 没错 看 这么多学院 这么多学院 嗯 这么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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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个亮点是飞机吗 冻的那样 飞得够高的 没事我马上见一下 晚上整理视频到半夜三点 仍能听到屋外马路上的牛在叫狗在叫 白哈巴现在也分为老村和新村 我们现在住的就是老村 大多是民宿客栈餐厅 以接待游客游玩为主 那新村在老村后面的山坡上 是当地牧民新建的居住区 在晚上睡觉前 小朋友们说明天想去观景台上看看 顺便也能看看新村的样貌 白哈巴又被称为北方的香格里拉 真想多停留几日 但时间却总是不允许 明天就要离开白哈巴卡纳斯 返回到布尔金了 这一路上又会有哪些奇遇呢 咱们下期继续吧 同一个旅程不同的主张 有什么问题性留言 欢迎转发点个赞 最后也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记得关注三叔 我们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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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没事 狗 对 你看那牛都过马路呢 看见没有 看见牛有鸡人